来 宝宝好 我是Abby 那么我今天呢 带大家来看一下 镯子怎么来挑选 然后我也可以在镯子的一个比较方面 给大家一些意见 好不好 来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来 宝宝们 我们看一下 我现在给大家挑选出来的这几只 来 你们可以告诉一下我 这几只是属于好的还是不好的 还是从那几个维度 它的肿水 它的色泽 包括它所呈现出给你的美感 你觉得它好不好 那我现在可以来给你们一条条来说 这个它是一个有一点点底子发挥 然后带了一点点黄色底子的豆种的 豆种的 那这个呢 它也是豆种的 但是它带了一点点豆色 这两个比 你会觉得它好看一点 对不对 然后这一只它是一个油青色加白底 那这一个它是一个险加绿 这上面黑色的是属于没有化开的石头的雪 所以其实是蛮严重影响它的一个美感的 再加上这里它还有本身就有的石纹是避不了的 然后那这一个颜色非常的灰 对吧 这是一个油青底色 油青底色可能更加适合年纪大的老人家带吧 然后这一只它虽然带了一点点紫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楚啊 但这个紫它有一点底子发挥 然后带出去是绝对的见光死 它跟蓝色混为一起 所以这个紫是属于不值钱的 那这一只同样的 来可以告诉我这属于什么色 刚才给你们普及了 对吧 油青色 它只是它的颜色浅深度不一样 那么刚才跟你们讲的这一些镯子的话呢 IP给大家的一个报价我告诉你 不会高于一千百树坛 所以你们来可以衡量啊 种水没有到位 水桶也没有到位 来我们再看一下更好的 那刚才我们看了这一些 那现在回过头来 我们把档次提升一点点好不好 来这就光这四只来看 我们先看它一个整体调观和它的调形 包括它的整体的一个色度跟它的匀称感 有没有觉得这一个非常的冰透 颜色也很漂亮 是一个非常规整的一只镯子 然后像这几只都是一样的 对吗 那像这一种镯子完整程度 跟它的一个种水包括花纹色泽 都在一个维度的情况下 这一块我给的价格大概是一个小千 小千那就是一千到三千中间 那如果是刚刚接触翡翠入门级的宝贝们啊 你们可以先来接触一下小千味的镯子 然后到了稍微对珠宝和翡翠的有一点的了解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慢慢来升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